中国时报头版继续提到 勤场被扑杀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业者要是主动通报异常 而遭到预防性扑杀 不论被检验出感染H5N6 H5N2还是H5N8 都可以获得市价八成的补偿金 而防检局也说 禁运禁载期间 只要是查获违法屠载或是贩卖的人 每一件最高可以开罚到十万块钱 联合报头版来看到 民进党政府追查国民党 及其富随组织不当党产 复联会成为了目标之一 那么现在复联会主委 孤严卓云就强调 从最早发起的捐资 新建国军眷社 复联会的工作 就是照顾贫病残障 孤苦无依 还有需要帮助的老百姓 但如今却是面对政府的围攻 让他也要为复联会喊冤 而且说是冤枉透了 最后自由时报头版 蔡政府决心推动年金改革 却引来全国军教军警 继退休人员联合总会的强烈反弹 在昨天的会员大会上 前人事行政局长 陈庚金炮轰年金改革 甚至呼吁所有现役的军公教人员 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 说可以拖垮这个政府 不只参选国民党主席的 韩国瑜附和 连主持会议的总会长 胡志强也大赞 这是今天四大报 头版新闻焦点 新闻开始来看到最新消息 台北市市场